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我们上节课讲的是导论的部分 今天我们正式进入这封书信的第一章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地图 大家对地理感兴趣的话应该就知道了 哥林多是一个海滨城市或者海港城市都可以 它和雅典呢就是遥遥相往 这个地方叫做哥林多湾 哥林多湾它是连接爱琴海 然后左边这边是连接爱奥尼亚海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优越的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好,我们来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 奉神旨意 蒙照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兄弟索提尼 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照做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 我主耶稣基督知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这个是当时罗马书信的 罗马整个社会他们写书信的一个惯例 就是你先要写 写信的人是谁 然后你写给谁的 也就是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 在一开头就要都写得很清楚了 然后就开始写 祝福的话呀 或者是祷告的话 今天我们其实我们的写信的规格都不一样了 我们首先写 写给谁的 落款才是写信的人是谁 所以我们今天的格式跟当时是反的 那么这个兄弟呢 大家注意是兄弟不是弟兄 兄弟索提尼呢 他可能是管会堂的犹太人 大家如果去看那个 《使徒行传》18章17节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啊 当时信主的犹太人和不信主的 他们有一个很激烈的一个对抗啊 当时就是犹太教的那些犹太人啊 就把这个索提尼给打了 你知道吗 就告到当时的省长 那个加留那边去啊 结果呢 这个省长不管他们 所以这个索提尼弟兄呢 他是其实也是为主付了很大的代价的 他被他的同胞殴打 那我们从保罗这么说啊 他说他是同这个兄弟索提尼呢 一起去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啊 说明了有可能 索提尼是写信的 就是执笔的人了 有可能是这样子啊 那么这连接经文呢 其实它包含的信息量是很大的 我们首先看呢 神的教会 在新约圣经里面呢 仅出现在啊 就是三卷书里面 不是出现三次啊 这个有点失误啊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不止一次的出现啊 他前后都不止 应该是最少三次了 是出现在三卷书里面啊 一个是使徒行传 一个是哥林多前后书啊 那为什么保罗一开篇就强调 就是教会是神的 尤其是他向哥林多的信徒来强调神的教会 因为哥林多教会呢 他有问题 他们分门结党 所以他们误以为呢 教会是属于人的 那其实保罗这样讲 就是引起他们的重视 教会是神的 神的教会是神用重价买来的 主权是属于神的 教义也是根据神 行动也是依靠神的 所以呢 这个其实保罗是 他写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短语 每一句话 其实都是 背后呢 都是有他很深的爱 他写这些不是没有目的的 都是有他的目的的 那么刚才我们也读了 在第二节的时候说 就是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很让人想起来 鲁迅的散文 大家可能 说是 门前有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为什么这么说呢 意思就是说 基督只有一位 这位基督呢 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也就是说 他们跟我们 是没有分别的 即使是在当时 这个亚西亚各地的那些不同的教会 即便是你们不认识他 我们也是在基督的名下 都一样 所以就提醒那些分门 分门结党的人 就是不要 不要误解 这个教会 不能够说有不同的主 有不同的门派 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了 我们会觉得挺难过的 今天 自从这个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以来呢 我们的教会又分了好多宗派 然后长老会 尽兴会 然后 还有什么 还蛮多的 我觉得大家要看 这些 包括圣公会 这些所谓的派别的出现 我觉得它不是一下子 分出来的 不像格林多教会 在同一时期发生的 它是有不同的历史的背景 有历史的原因 它不是一下子就涌现出来 不同的宗派 然后开始对抗 并不是 它是在不同的历史的时期 我们如果去研究 不同宗派的 这些 形成的背后的原因 历史的原因的话 其实我们能看到神的心意 有一段时间 像福音派的话 他非常强调教义 不强调圣灵的工作 也不在宣教了 所以后来就有了神招会 神招会是在宣教方面 就是普世宣教方面 非常勇敢的 包括民国的时候 到中国去那些 很多宣教士都是神招会的 包括去西藏那位宣教士 死在那里的 包括去日本 去韩国 去缅甸 这些 很多很多宣教士 是神招会的 所以 我上课的时候 我的老师就讲 他说各有各的美 所以保罗这样强调 也是有他的良苦的用心的 其实 哥林多教会 你往下面几章看的话 保罗是讲他们 说他们的属灵生命 还如同婴孩一般的幼稚 而且他们的道德标准也很低 但是我们看到 在第二节里面 他称他们为蒙照做圣徒的 保罗讲他们这样讲 不是说他们已经成为圣徒了 他们是说蒙了神的呼召 你要努力成为圣徒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是说 保罗对他们的评价 哇这么高啊 哇做圣徒的标准 真的不低 我也可以 谁都可以 不是这样的 是蒙照做圣徒的 不是说你们已经成为圣徒了 意思是说 你们蒙照的目的是要做圣徒的 就是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你们要看清自己的身份 你们已经蒙恩得救了 你们在地位上已经分别为圣 归给了神 所以要配得你基督徒这个身份 那么我们看 再来看一下教会这个词 阿克利西亚这个希腊文 有一些的解经书上讲 那么他说呢 什么呢 意思说这个阿克利西亚呢 是新约圣经里面 特别创造出来一个词 是说 听从神的呼召 然后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群人 这个词是 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 实际上阿克利西亚这个词呢 指的是教会呢 第一次出现的是在马太福音 是耶稣讲的 大家应该记得 耶稣在被定之前呢 带着他的门徒 然后去做最后一次毕业的 我们就开玩笑说 这个毕业的答辩 结果那个彼得就表现得很好 然后神就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到这个磐石上 那么这个是第一次新约圣经里面出现教会这个词 他用的是哪个字呢 也是阿克利西亚这个字 是一样的 阿克利西亚这个词是不是 就是为了教会的出现才 创造出来一个词 完全不是的 阿克利西亚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本来就有的 而且它不是一个宗教集团的一个专门的称呼 也不是 在七十四一本里面 这个字是专门来形容以色列人的 他也不是说要来指教会的 不是的 那么基督徒呢 我们用了这个字眼来表明什么呢 表明教会不是当时一般的宗教的集团 不是一个宗教团体 所以这个词 它真实的含义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来自希腊 这个希腊的政治文化 在古希腊里面呢 它都是城邦国嘛 你比方说这个雅典 它是一个城邦 它为什么会有一个公民的集会呢 你怎么做这个雅典的公民呢 就是你的这个父母亲要是在要在这个城里面出生 然后如果这个这个城邦呢 就是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城邦 你什么叫城邦国啊 你想象一下就是新加坡就是一个城邦国 它就是一个城市 它也是个国家 世界上这样的国家现在还有 但是不多了 当时就是这样 你要有足够的这个经济实力能够去买武器 当这个城邦国受到外敌的侵略的时候 你要起来保护你的这个城市 然后你就是能够成为公民 那么公民受到这个受召以后呢 也是受到呼召以后呢 就聚集起来 然后就开始表决 大家表决这个事情怎么办 国家遇到难处的时候 大家一起表决 这就是最早的民主制度的产生 就是在古代的希腊 那么罗马当然他也想继承这个制度 后来他就有一些很多的波折了 最早的时候 罗马人也是想把这个民主制度呢 把它发展下去 继承下去 并且把它改进 所以他用了共和制度 后来就出现了很多的风雨了 风波了 那么 奥克利西亚最早就是这个意思了 在 河马实施当中呢 它也是指 就是公民的集会 也就是说 像这种公民的集会呢 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 在公元前621年就有了 已经开始运作了 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新鲜的词 那么大家知道了 所以这个教会 它是这样来的 第三节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在古罗马的时候 书信的问安 它有一个标准的格式 就是使徒行传里面 15章23节 以及23章26节 你就能看到这个标准的格式 可惜呢 我们中文的翻译 就翻译不出来 这个格式 英文就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抬头 这个书信的开始是怎么样的 就是当问安的时候 是怎么问安的 The apostles and elders Your brothers To the Gentile believers In Antioch, Syria and Silica Greetings 这个Greetings呢 就是当时的一个标准的 一个问候语 希腊文叫做 Kairin Kairin的意思是喜乐的意思 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 就是问安了 把他问谁谁谁的安 然后就没有这个格式了 实际上这个格式是挺严格的 挺重要的 因为当时就是这样子 那么在当时呢 罗马的这个邮政系统是挺发达的 就是这个奥古斯都皇帝啊 他创造了挺多的一些公共服务制度 一直到今天都在用 就是这个邮政制度 所以呢 在当时啊 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 写信的人还是挺多的 那么优差呢 也是个挺挺不错的一个职业了 好 那么保罗没有这么用 没有用到这个Kairin 他没有用就是说 祝你快乐 或者祝你喜乐 他没有 他用的是恩惠 恩惠是Kairin Kairin跟Kairin呢 其实它同样一个词根 同样一个词根 那么其实他用了一个双关语 就是说Kairin恩惠啊 才能够引发你的喜乐 才是你喜乐的根源 源泉 是这样 所以他打破了这个常规 那么什么是恩惠呢 是神赐给不配的罪人 白白的 主动的礼物 不是有神去求他 而不是不是的 是他主动赐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那平安呢 是从希伯来文化里面来的 所以 所以你看他这个问候语里面 他涵盖了 当时的一个 就是 罗马的书线的一个格式 有当时的一个文化 然后还有就是希伯来的文化 就是他用的平安 希伯来人 是喜欢用Shalom来问候的 Shalom我们以前也做过这个 希伯来文字的这个单字的研究 我们也知道 他是用一个能力 把那个黑暗的势力打败了以后 然后这个就叫平安 所以他的真实的含义 不是说没有战争的状态 而是表示呢 繁荣兴盛 特别是属灵事物上的兴盛 保罗的问候总是先恩惠 后平安 如果你 你去 你比较用心的话 你去看过他的书信的话 他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 先恩惠 然后后平安 除非啊 神的恩惠 我们是靠着这个神的恩惠 已经把我们的罪对付清楚了 已经解决了 否则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平安 如果我们靠着这个恩惠 把我们的罪都已经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了 我们跟神的关系才能够亲密 我们才不会忐忑 遇到事情 我们会很稳 很平稳 首先 什么叫得到平安 你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这个才是平安的一个表现 所以恩惠是从基督而来的 除基督以外呢 没有什么可以给人恩惠 那么神的平安也是借着基督来的 所以恩惠是平安之源 平安是恩惠之果 大家不知道 一到三节的讲义 我准备了几个小时 不停的查考 然后就大概已经接近十个小时了 一到三节的这个经文 考察下来以后 好 四到七节 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 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兼顾 以至你们在恩慈上没有一样不吉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我觉得保罗好正面 我想起比利克林 他讲的一篇道 一场道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正面的这个思维方式 我就看到这边 我就觉得保罗好正面 把格林多教会 先把他们肯定 加以肯定 如果他只想到格林多教会的一些难处 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世人都会忧心忡忡了 对吧 他问题好严重 格林多教会碰到的那些问题 有一些真的是很让人无地自容的一些问题 可是保罗没有被这些问题所难倒了 反而他是先鼓励他们 就是他也知道神既然用他建立这间教会 神就会负责的 这个是神的信实 那么今天这个教会虽然有问题 但是明天不代表明天就这个问题还存在 那么既然神已经赐 从上头来的恩赐呢 恩惠呢给了格林多教会呢 所以保罗就说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那我们从这点来看 保罗他虽然他也有一点担心或者忧心 但是他总的来讲 对神的信心是还是很大的 我们也看到 无论这个格林多教会 他多么的败坏啊 可是他总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优点 他们的优点呢有三项 保罗就称赞他们 在基督里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第二个呢 因着保罗的见证 他们心里得以兼顾 第三呢 就是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格林多教会是一个 属联恩赐非常丰富的教会 但是这些优点不能归功 归功于这个格林多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们 因为这个不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 不是他们的功劳 是因为神的恩惠在他们中间所成就的工作 这是福音的大能 所以这是神的功劳 兼顾这个词呢 它不是盖房子的那个兼顾啊 有一个有的兼顾呢是说 比方说盖房子打地基把它弄的兼顾一点 不是这个兼顾是一个法律的词汇 表示什么呢 表示担保保证 那么恩赐呢 它也跟那个恩惠呢 也不是同一个词 我们讲恩惠是charis 跟那个恩典是同一个词 可是呢 恩赐呢是charisma charisma呢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是恩典的礼物白白给的礼物 今天灵恩呢 用的词就是这个charisma charismatic 所以有的人一提醒 啊 灵恩不好不好 灵恩这个词是从圣经来的 灵恩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是极端的灵恩教会是比较偏的了 是不太好 一开篇 保罗就肯定哥伦多教会的优点 但是不赞同他就 不代表他赞同他们 属灵生命中的一些瑕疵以及罪性 其实保罗的书信呢 他向来就有这个特点 他首先是以正面的话语来鼓励教会 然后才循序渐进的 循循善诱的引导信徒 要认识自身的问题 从而呢 你要自己自发的自愿的要毁罪 然后才结束圣洁的生命的果实 通常他是这个样子 其实他后面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话是挺严厉的 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开荒栽培起来的教会 所以他讲话是挺比较严厉的 不像他对罗马教会 那么我们也看到 一个属灵恩赐这么丰富的教会 也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可见呢 一个信徒属灵生命是否成熟 不在乎口才知识是否全备 哥林多教 哥林多的这个信徒呢 有传讲真理的口才 还有全备的属灵的知识 但是属灵生命却仍然被保罗当作什么 属肉体的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所以许多哥林多信徒仍然是属肉体的 即使如此呢 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也就是说 当神赐下这个属灵恩赐的时候 他不会说 我要等到你非常的完美了 非常的成熟了 也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恩赐是要彼此的服侍的 恩赐不是要彰显个人的魅力的 个人的荣耀的 恩赐是为了彼此的服侍 是这个目的 所以从刚才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灵命的成熟和恩赐的充沛是两回事 有恩赐的人不一定灵命就成熟 那么灵命成熟的人不一定有丰富的恩赐 有可能你是一个属灵生命很成熟的人 你只有一项的恩赐 但是你在这一项的恩赐上面 你是精益求精的 也有可能 所以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恩赐 不是根据信徒的追求或者灵命的程度 是根据教会的元首基督的计划 也就是说他愿意给谁就给谁 这个也是罗马书里面 我们就知道 他愿意给谁就给谁 所以 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的 是要我们在彼此服侍的过程当中 遇长天的滋味 在盼望中预备自己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也就是基督再来 在当时初代教会的时候 像彼得呀保罗他们这些人 这些使徒们 他们都认为 耶稣就是再来的日子很快的 就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耶稣再来 他们当时 你去看他们的书信里面 都有一个这样极大的盼望 没有想到 两千年过去了 接近两千年过去了 那其实基督还没有来 当然可能他们特别的渴慕 渴慕耶稣的再来了 好 第八节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教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第八节的兼顾和第六节的兼顾 是同一个词 也就是说 你们这些基督徒 你们已经被神担保了 你们被神已经保证过了 他就保证你们到底了 保证你们得救到底 是这个意思 保罗在哥林多 为主做过什么样的见证呢 其实我们没有看到 然后圣经里面 其实能够看到的也不多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在哥林多这样一个地方 这样一个城市 所谓的很自由 很发达 很先进的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道德水准又很败坏 那保罗又是个犹太人 又在会堂里面去传讲福音 又遭到了犹太人的很大的逼迫 在这个时候 保罗他在宣扬 十字架的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想他遇到这么大的难处 他应该是很勇敢的 是坚持到底的 而且在他服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从使徒形状也能看出来 神赐给他从上头来的那种能力 这个是身边的人都应该会看得到的 那么刚才有讲 他说保罗自己讲 因着我的见证 你们的心里得以兼顾 这个时候他又讲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他指的是神吗 指的是主自己 那为什么保罗是这样讲的呢 其实这个不矛盾的 到底是谁在兼顾呢 其实按照保罗的意思 实际上是神在兼顾 神使用保罗来兼顾 这个哥林多教会 那就是神在兼顾 而且他会兼顾到底 其实丰富的属灵恩赐的本身呢 就是主耶稣他兼顾教会的一个保证了 我们刚刚看到无可责备 其实无可责备呢 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不被定罪的意思 也就是说神来兼顾我们 是让我们在耶稣再来的日子呢 不被定罪 从上下文来看呢 主耶稣的基督的日子呢 就是第七节里面 主耶稣显现的日子 保罗的意思呢 其实是指呢 哥林多教会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呢 是无可责备的 也就是无需定罪的 但是这是将来要发生的美好的画面 虽然呢 后面他讲 他说这个哥林多教会是属入体的 但是呢 他相信教会是基督的教会 所以他一开始就讲 这间教会是神的教会 他肯定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 当然教会应该是天堂的 在地上那个预表 可是这个预表 这个样式呢 常常是不美好的 世上没有一间教会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相对的 有的教会问题比较少一点 有人的地方是就有问题的 所以既然是神的教会 既然 不会一直属入体 保罗相信他们 肯定是 明天比今天更好 这个教会 所以从属入体到属圣灵 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这个过程 有的时候 他不是那么一蹴而就的 要经过蛮挺长的时间的 甚至是几年的时间都有的 一直到等到你跟神的关系 好到一个地步 你是真的是 不去故意的犯罪去得罪神 因为你怕神伤心难过 你怕圣灵担忧 那你常常思想的 就是怎么讨神的喜悦 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看到 在我的生命当中 神的手就在我做的每一件事当中 这个时候 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 保罗以父亲的心肠 体贴哥林多教会的软弱 所以他写这封信的目的 不是为了就是来定罪的 或者是单单是来 就是要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他不是的 他的目的是为了信徒的悔改和成圣 保罗是他自己都讲了 他是为父的不多 然后你就知道 他其实是以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 在写这封信 第九节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造 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信实的 Pistos这个词 我们以前讲过了 是可信靠的 就是信得过的 可以靠的 可以靠着他的 基督徒都是主所拣选的 没有人主动就忽然间就成为基督徒了 都是神所拣选的 都是神所造的 所以就是保罗所说的 原是被他所造的 神选招我们的目的 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 不是单单救我们这一个人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得到恩典的人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恩典是不能够私吞的 就是自己单独来享受这个恩典的 你这个恩典是要分出去的 因为恩典是无穷无尽的 神的恩典是无穷尽的 一同得分呢 是说我们要进入基督成为一体 然后让基督来替我们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 然后邀请我们一起享用 其实我看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一同得分的时候 就非常的感动 我想到的是 启示录里面的那个高扬的圣宴 就是基督已经预备好 基督领受了 然后就邀请我们一起去享用 神的儿女不是按照个人的身份来承受神的分的 而是说你要连结成为基督的身体的教会 你在基督里面一同来承受神的分 所以我们不是讲究个人的修行的 我们的信仰 不是的 我们是要讲什么呢 讲要进入基督成为一体 一同得分 你不可能说你自己一个人得一份 独得一份 不是的 第十节 弟兄们 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你看重要的事情来了 前面 然后苦口婆心的讲了这么多 现在开始了 他刚刚讲一同得分 讲得很明白 你不要想着说 你得你的 他得他的 不是的 大家都在一起得分 都在基督里面得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要团结合一了 那保罗就开始以他的使徒的权柄 来劝信徒们说 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这个说一样的话 他不是说 哎呀 大家都鹦鹉学舌了 都说一样的话 你讲的嘛 那就这样了 不是的 而是说 不说相争的话 它是这个意思 我们中国人古代有一句话 应该是孔子讲的吧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君子是合一的 相合的 虽然各有各的不同的意见 但是呢 求同存异 大家还是可以合起来 还是相合的 不是说要搞什么内斗啊 斗来斗去的 不是的 大家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 达到一个 达到一个 就是共同的一个观点 那么小人是同而不和的 小人表面上都是 你讲的对 你讲的好 但是内地里 暗地里是不和的 所以教会呢 其实要说不相争的话 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可以讨论 大家达成一个一致 分党就意味着不合一了 所以保罗很柔和地劝他们要合一 在这个书信里面 他39次使用弟兄们这个亲密的称呼 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书信 罗马书啊 贴塞罗尼加前书啊 是19次 可是在这里面呢 他用了39次 39次 是真的是频率很高的 那么保罗就更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他们 为什么用这个名呢 这个名字的分量 远超过所有的你的分门 结党你的派别的重要性 十一节 从这里开始呢 讲义就不全了 哎呀 我的心血呀 我要重新来过 十一到十二节 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就是 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伯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我们能看到 这个格莱士这个姊妹呢 很重要 所以他家里的人 见到 在义夫所见到保罗的时候 就提起格林罗教会了 有这个纷争 我们能看到格林罗教会 基本上分了四个派别 格林罗教会 其实在保罗那个时代 他人也不多 保罗就是开光教会的时候 能看出来 从下本能看出来 他施起的人并不多 那么后来 人就开始多了 多起来了 他多起来呢 一个是可能格林罗教会传福音 很火热 还有就是说 这个时候 从 耶路撒冷教会 然后散步到各地的这些基督徒呢 他们因为受到逼迫 就开始流亡 到其他地方去 可能有一部分的 这个犹太的基督徒 也到了格林多 到这里来 都有可能 所以 你就觉得很奇怪 说 基法不是彼得吗 对 基法是彼得 难道彼得也到了 这个格林多教会吗 没有证据显示 他到过这个教会 那么为什么 那么为什么 这个教会里面呢 会有 这个 属击法的呢 原因就在于呢 有一部分的基督徒 可能是 当是 耶路撒冷教会的 也可能是五星节的时候 当彼得发表那个 五星节的这个 福音的宣言的时候 他们都在场 所以他们是老基督徒了 他们要讲的话 他们资格 比保罗都要老了 这些基督徒 他们可能来到了 格林多 有可能是这样的 那么 苏保罗的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起来的吗 当然有些人是保罗带领信主的呀 亚伯罗也很容易理解 亚伯罗口才很好 是后来 亚伯罗夫妻 把他派过 派到格林多教会的 但当然这个时候 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 亚伯罗已经离开了 他还不打算回去 那么还有人呢 为了标榜自己呢 我比较属灵 我是属基督的 其实这些标榜自己属基督的人 你说他多属灵吗 也不见得 也不一定 他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份 更高贵一点 更属灵一点 其实这四派的目的呢 都是在分裂教会 没有一派的 他们的目的是属神的 都不属神 所以这次就是当时 格林多教会 这么一间教会 可能人数也不多吧 分了四个派别 还真够热闹的 13到17节 请卢子妹读一下 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 受了喜吗 我感谢神 除了基利斯部 并该有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喜 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受喜 我也给斯提反家 试过喜 此外给别人施喜没有 我却记不清 基督差遣我 原不是为施喜 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阿们 阿们 保罗上来就说了 基督是分开的吗 有一些宗教的信仰呢 他们拜的偶像呢 他们的神是可以分身的 有分身的 但是基督是只有一位的 虽然他是三维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 但是他就是那一个基督 是不能分开的 那么可见呢 可能当时在哥林多教会 就是说拥戴保罗的那一派呢 可能是人数稍微多一点 所以他就讲 保罗为你们定十字架了吗 你们是奉谁的名 受洗呢 你奉谁的名 你就归在那个名下了 你奉基督的名受洗 就归在基督的名下了 你不能再高举另外一个名了 你高举人的名 这就不对了 那么保罗你看他 当时他 这个基利斯布并甘忧啊 这两个人 然后就说当时 哥林多教会 最早的信徒了 这两个 那他就说 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是洗 那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 所以保罗在这方面 他是很谨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他很有能力嘛 非常大有能力的一个使徒 人家就很容易去有那种崇拜的 敬仰的心理 所以他其实很谨慎的 他很怕这个东西 很怕人追随他 然后忘了基督是谁 他很怕 然后这里的十六节 这个斯提凡呢 他不是殉道的那位 耶鲁撒冷教会的斯提凡 因为希腊原文的拼写的都不一样 只不过他翻译的时候翻译成一个人 然后我们看 这位呢 也是哥林多斯提凡 也是他们一家都信主了 也是保罗施洗的 其他的他记不清了 保罗就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说 基督差遣我 是为了传福音的 施洗不是目的的 可是哥林多教会就很讲究 哎呀谁给我施洗的 他们很讲究这个 我是谁施洗的 今天的教会不是也一样吗 然后 其实 为你施洗那个人很重要吗 当然这个人 人品要好了 他是真的神的仆人 这个是哪个 你别给异端的 给那些邪教给拉走了 这个不对的 意思是说 这个人有没有名 名气大不大 很重要吗 不重要的 一点都不重要的 因为只要你是认识了基督耶稣 你要受洗归于耶稣基督 这就够了 你不要去讲 哎呀我是那个大牧师 给我施洗的 你看 这是我当时跟他的拍的照片 你看 那这样的心态的话 其实是保罗是不要的 保罗是 这个也不是符合 这个圣经的原则的 所以保罗不用智慧的言语 我们要知道 属灵恩次有一项就叫智慧言语 这个智慧的言语是指人的 人的智慧的言语 你知道 希腊的文化就追求智慧吗 非常的追求智慧 所以保罗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他放弃了他的学识 保罗你说他不懂得智慧的言语 他当然懂得 他保罗是我们讲他是希腊文化 他会这么多这个希腊的论辩的这些技巧 他都会 这些词汇都会 然后他又被耶稣亲自的拣选 然后有了大马士革路上的奇特的经历 别人都没有 你看 你看保罗身上这么多的恩赐 他按锁病人就好了 其实他不要这个样子 他就放弃了 为什么呢 他怕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他怕别人误解了他有能力 不是的 他要人们定睛仰望 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基督 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讲清楚的话 那他就认为这个就是他的最大的失误了 所以他就避免人们把这个焦点聚集在他身上 最后一天的结束 就算了 好 好 潮